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密封财富盘后综述 我是助理分析师Nancy 今天是2021年4月12日 所有数据更新至今天下午澳洲东部时间5点 今天的内容包括行情资讯以及市场扫描 具体包括ASX200一日表现以及ASX先古一日表现 首先看到来自AF2的两则新闻 第一条,6 million golden handcuffs take Santos CEO off woodside field Santos Chief Executive Calvin thought to have been a candidate for the woodside CEO rule has been handed a one-off 6 million growth project incentive to see through the delivery of major projects at the Adelaide oil and gas producer until 2025 三明治新闻 also bears biggest hit from U.S. tax hike among ASX companies Joe Biden's plan to raise Americans' corporate tax rate would have the biggest earnings impact on Austin, Eppen, and James Hardy according to Macquarie analysis which concludes they might still be better off as probable beneficiaries of Biden's infrastructure spending 下面我们看到的是市场扫描 今天ASX200收于6,974点 今日下跌0.3% 下面看到的是ASX200的涨跌幅 首先,涨幅榜前三名 COH上涨2.42% NAN上涨2.39% BOQ上涨2.06% 第二副榜前三名 NIC下跌7.72% IMS下跌4.97% NWH下跌4.31% 成交金额前三名 第一名BHP 成交金额1.46亿 第二名CBA 成交金额1.35亿 第三名CSL 成交金额1.2亿 下面我们来看到这几只股票的具体情况 首先ASX涨幅榜第一名 COH COH是医疗设备和服务板块 今日上涨2.42% 成交金额3037.76万澳元 COCLEAR成立于1981年 公司主要提供听觉解决方案 用于解决成人及儿童听力和听力损失的问题 公司的产品主要包括耳窝植入等 看到它的一年日线 整体是一个上涨的趋势 在20年12月份到1月份期间 有一个大幅的下跌 现在正在缓慢的回升过程中 下面看到的是三年的周线 从周线上看走势相对比较平稳 下面看到的是五年月线 五年月线整体还是成一个上涨的趋势 走势比较稳健 下面一个是Ninasonic Limited 今日上涨2.39% 同样是一家医疗设备和服务行业的公司 成交金额是478.02万澳元 Ninasonic Limited 提供全球解决方案以及减少患者之间的交叉感染 并减少医疗保健感染 看到它的一年日线 在20年11月份到21年1月份期间 有一个快速的上涨 现在有所回落 看到它的三年周线 整体是一个上涨的趋势 它的五年月线 在19年之前总是比较平稳 之后有所上涨 下面涨幅榜第三名是BOQ 昆士兰银行 是银行板块的公司 今日上涨2.06% 成交金额是2277.96万澳元 Bank of Queensland 是一家拥有138年历史的机构 在澳大利亚的每个州和地区 都有分支机构 看到它的一年日线 整体是一个稳步上涨的趋势 它的三年周线 在20年6月份之前 是一个下跌趋势 之后是稳步上涨 下面看到的是它的五年月线 也是跟三年周线的趋势相同 下面看到的是XS200的跌幅榜第一名 NIC近日下跌7.72% 是一家材料板块的公司 成交金额是1179.05万澳元 NICOL MONS LIMITED 目前是收购刊坦和开发 涅矿项目 看到它的一年日线 整体是一个稳步上涨的趋势 这家公司应该是 对自上市以来 整体是一个上涨的趋势 下面一个是IMS IMS是一个材料板块的公司 近日下跌4.97% 成交金额694.79万澳元 Ramlius Resources Limited 是一家黄金开采和生产公司 看到它的一年日线 走势相对比较平缓 看到它的三年周线 在20年底之前 整体是上涨的趋势 之后股价有所回落 近期股价有所反弹 看到它的五年月线 五年月线前期也是 走势比较平缓 之后19年1月之后 有个快速的上涨 下面一个NWH 是一个资本品行业的公司 近日下跌4.31% 成交金额是371.92万澳元 NRW Holdings Limited 是为土木工程 矿业和建筑行业 提供多元化服务的供应商 提供采矿民用工程 钻井和爆破维护油气服务等 看到它的一年日线 在21年2月份之前 整体是一个上涨的趋势 时候有一个断崖式的下跌 近期走势比较平缓 看到它的三年周线 整体是一个波动 微微上涨的趋势 它的五年月线 整体是一个上涨的趋势 看到AXS200 成交金额排行榜 前三名 第一名BHP 是材料板块的公司 今日下跌1.05% BHP 是一家采矿和油气公司 成交金额是1.47亿澳元 看到它的一年日线 整体是一个上涨的趋势 它的三年周线 也是稳步的上涨 它的五年月线 仍然是一个稳步上涨的趋势 成交金额第二名是 澳大利亚监邦银行CBA 是银行板块的公司 今日下跌0.47% 成交金额1.36亿澳元 CBA是澳洲四大行之一 它的一年日线 整体是一个稳步上涨的趋势 它的三年周线 可以看到在疫情初期 有一个断压式的下跌 之后逐步回升 现在已经接近前期的高点 看到它的五年月线 整体是一个比较平稳的走势 下面成交金额盘行榜 第三名CSL 是一个制药生物和生命科学的公司 坚持上涨0.8% 成交金额1.21亿澳元 CSL 是提供血浆衍生疗法 疫苗抗毒血清 等一系列的产品 看到它的一年日线 整体是一个波动下跌的趋势 看到它的三年周线 前期是稳步的上涨 之后有一些微微的下跌 看到它的五年月线 整体仍然是一个上涨的趋势 现在看到的是仙股的近日表现 仙股涨幅排行榜前三名分别是 DEL上涨110% CTE上涨17.31% DM1上涨17.17% DF榜前三名 PTR下跌27.27% IKW下跌26.67% ENX下跌19.35% 成交金额500万以上的公司 分别是DEL成交金额1514.53万澳元 IMU成交金额1361.48万澳元 PDN成交金额832.49万澳元 PLL成交金额747.52万澳元 MNS成交金额580.66万澳元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这几只股票的具体情况 首先是DEL是一个能源板块的公司 今日下跌14.58% 成交金额197.38万澳元 DPL Limited 主要从事是一家专业的 佔佑公司 它的一年日线整体看是一个上涨的趋势 主要是20年12月份之后快速上涨 近期是一个比较平稳的走势 看到它的三年周线 之前走势比较平缓 近期有一个明显的上涨 看到它的五年月线 也是一个同样的趋势 下面一个Boss Energy BOE 是一个材料板块的公司 今日下跌12.12% 成交金额206.69万澳元 Boss Energy是一家矿产勘探公司 主要勘探的是涅矿 铜矿 黄金 鱿等项目 看到它的一年日线 前期走势比较平缓 在20年12月之后有一个快速的上涨 看到它的三年周线 同样的 之前走势比较平缓 它的五年月线也是相同的走势 是近期开始 成交量有所放大 并且快速上涨 下面是 Penisola Energy Limited 是一家能源板块的公司 今日下跌11.54% 成交金额是142.09万澳元 Penisola Energy Limited 是一家又矿开采公司 看到它的一年日线 走势相对比较平缓 也是在20年12月份之后 开始有一个明显的上涨 之后股价有所回落 看到它的三年周线 整体是一个下跌的趋势 它的五年月线看 也是一个下跌的趋势 但是近期 成交量有所增加 看到先股的涨幅榜 前三名 首先第一名是DEL DEL今天上涨110% 成交金额是1514.53万澳元 可以看到它应该是 今日上市的 刚刚上市的一只新股 是澳大利亚领先的生物能源基础设施 或者建设开发商和电力零售商 对今日大幅的上涨 可能值得关注 第二是涨幅榜第二名 GEL 是一家材料板块的公司 近日上涨14.55% 成交金额是364.64万澳元 Galileo Mining Limited 从事矿业勘探和开发业务 主要是 关于 古、涅、铜 这几个矿产的勘探 下面看到他们的一年日线 是一个波动的走势 今日是一个大幅的上涨 看到它的周线图 也是相同的走势 看到它的月线图 整体就是一个平稳的波动的状态 今日这家公司发布了一个公告 发现重大的涅拔区 下面涨幅第三名的是 Greenland Mineral Limited GGG 近日上涨13.64% 成交金额346.95万澳元 Greenland Mineral Limited 是一个对右和新资源 勘探开发的公司 看到它的一年日线 在二一年二月份之前 整体是上涨的趋势 之后有一个快速的下跌 近期有一个跳空的下跌 然后交易量非常的大 放量下跌 看到它的三年周线 嗯 也是之前走势不小平缓 之后快速上涨 然后近期明显的下跌 看到它的五年月线 也是一个相同的趋势 我看到今天先股的 成交金额排行榜 嗯 首先第一名也是 我们刚刚讲过的 嗯 近日刚上市的DEL 成交金额1514.53万澳元 第二名IMU 是一家制药生物和生命科学板块的公司 近日下跌8.33% 成交金额1361.48万澳元 IMU 嗯 提供临床免疫 肿瘤 一些免疫疗法 看到它的一年日线整体是一个上涨的趋势 近期是直线上涨 嗯 看到它的三年周线 前期走势比较平缓 近期有时经历了快速的上涨 它的五年月线也是相同的走势 嗯 今日该公司发布了两个公告 是嗯 嗯 该公司在AACR2021年会议上 嗯 发表了演讲 宣布City of Hope的外科医学系 嗯 嗯 临床教授进行的一个演讲 下面一个是 啊 帕拉丁能源 今日下跌9.09% 成交金额是832.49万澳元 嗯 嗯 嗯 该公司是一家又生产公司 看到它的一年日线图 整体是个上涨的趋势 它的三年周线 之前走势比较平缓 嗯 是在21年初 开始快速上涨 它的五年月线也是同样的 嗯 PLL是一家材料板块的公司 今日下跌5.79% 成交金额是747.52万澳元 PLL是一家新兴的理公司 主要从事理矿的勘探的 看到它的一年日线 整体是个上涨的趋势 看它的三年周线 前期走势比较平缓 是在20年底 之后开始快速上涨 伴随成交量的一个增加 它的五年月线也是 之前一直走势比较平缓 近期才开始有所增加的 有所增长的 下面一个是 嗯 Magnese Energy Technologies Limited M&S是个材料板块的公司 近日上涨4.41% 成交金额580.66万澳元 该公司是计划成为全球最大的 锂离子电池制造商之一 看到它的一年日线 整体是个上涨的趋势 近期走势比较平稳 看到它的三年周线 嗯,在20年7月份之前 整体是下跌的趋势 之后开始阶段性的上涨 近期成交量有所增加 然后它的五年月线 整体是个下跌的趋势 好,这是今天所有的信息来源 谢谢您的观看